韩国男团Highlight成员 银斗俊、龙俊亨和李启光 以及三人在Beats时期的旧队友张贤胜 去年8月被曝在2010年入读东兴大学之后 涉嫌享特权 即使经常缺课 仍能领取四年的奖学金 但Highlight所属事务所否认一人享特权 指当时Beats是学校的宣传大使 因为提升学校的名誉而获颁奖学金 之后韩国教育部就事件做出调查 并在1月14日公开调查结果 据调查结果显示 东兴大学涉嫌享有特权的艺人 不只有银斗俊、龙俊亨、李启光和张贤胜 还包括男团B2B成员陆星才和徐恩光 以及50岁的民谣歌手赵嘉烈 据悉即使7名艺人多次的缺课 但东兴大学仍给予学分认证 所以教育部决定取消7人的学分以及学位 同时赵嘉烈虽然没有学位 但人或东兴大学 拼用为使用音乐课的兼任教授 违反大学的特别规律 所以其教授的职位也会被取消 对此 东兴大学承认有艺人被开除学位的事 并只会检讨学校的政策 另外几位艺人因为在学校内享有特权 而被取消学位的消息传出之后 不少粉丝表示不满 只校方多年来利用艺人学生为学校宣传 更要他们出席学校的演出和庆典 令他们缺席课堂 现在却令他们变成享有特权的人 促请所属的Q事务所追究 小屋视频寒流第一线综合报道 小屋视频